正在德國巡迴演出的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ACC院童 日前特別前往拜會 祝漢堡辦事處長朱建松 朱處長也熱情迎接 這群來自非洲的小朋友 並親自送了聖誕糖果 場面相當溫馨 十八位來自史瓦基蘭 馬拉威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ACC院童 在阿彌陀佛德國協會負責人 戴秉輝和妙宏法師 滿元法師帶領下 來到祝漢堡辦事處 拜會處長朱建松 這群孩童中 有的在去年就曾經來到德國演出 對祝處長並不陌生 而有七位來自馬拉威的大孩子們 則是第一次到德國 由於溫馨的聖誕節快到了 朱建松也贈送每個小朋友 一人一包糖果 小朋友沿用他們當地傳統的禮俗 男孩子單膝著地接受禮物 女孩子雙膝著地接受禮物 表達最高誠意 這群怨童在ACC的照顧下 在非洲學習中文母語 並且在佛教嚴謹的紀律下生活 孩子們用中文自我介紹 訴說自己未來的夢想 我叫青天 今年十一歲 我讀六年級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和中文 我長大以後想要當警察 因為可以保護我的國家 我是靜信 六根清靜的靜 誠實所信的信 我今年十六歲 讀高中二年級 我長大以後想要當律師 因為可以幫助很多人 我在XX已經八年了 我在XX住得很快樂 很開心 我看到德國的東西 跟我們馬拉威是差別很多 如果這裡的房子 路 就是有很多不同 處長那邊我覺得很好 因為他把他該做的事情 方向要救我們 我覺得真的很有愛心 苑童們在現場也唱齊了快樂的出航 以及德語歌曲 再次讓現場人士驚豔 朱處長還加贈給孩子們 一人一個來自台灣的USB 並感謝ACC在非洲耕耘 照顧這些孩子 讓他們能夠帶著夢想 到世界各個角落上去 韓洪安電視監獄方 德國漢堡採訪報導